昨天蘋果新品發表 今天電視滿滿的都是新品介紹 於是我就點進了蘋果官網 偶然發現這個新產品的AR特效 也太有趣了吧 帶你們來看一下 只要打開相機 就可以把iPhone變到你的眼前 雖然幾年前就有了 但像我這種不常follow手機資訊的人 現在第一次看到真的覺得好有趣啊 你老公說買家具也有AR虛擬實境 可以模擬家具放到你家的感覺 聽起來很不錯呢 我從2012年開始用iPhone5 再來是6s 然後是12 Pro 因為換手機的時候 它可以整個資料直接搬到新的手機 真的很方便 我的手機裡還有2014的照片喔 偶爾方方回憶起來都覺得很溫馨 唉 為什麼眼睛濕濕的 時間過得好快啊 6s真的撐了很久 不知道這支12 Pro可以讓我用幾年 對了 目前的影片都是用iPhone拍的喔 畫質還可以吧 你們也用手機玩看看吧 我們在日本會分享更多有趣好玩的事情喔 愛你們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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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嗯